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逸更頻道。 病毒由開始到現在已接近兩年, 當中出現過不同程度的演化。 雖然科學家還是無法確認新冠病毒起源, 但基本上都可以肯定是由蝙蝠作為中間宿主, 經過某種動物感染後再傳給人類, 跟著在人類之間大量傳播再傳給動物。 科學家指出,目前發現包含百尾鹿在內的各種動物物種之間, 都有疫情傳染, 所以擔心這種經由人類傳給動物的新冠病毒, 可能會在動物身上繼續重組突變, 未來再傳給人類。 針對人類如何將病毒傳給動物的問題, 科學家推測最先會由養殖業動物開始。 就好像是鹿場的鹿向人類拿食物一樣, 就會透過感染病毒的食物將新冠病毒傳回動物。 東州大學動物診斷試驗室研究員說, 他們在去年9月至今年1月在愛亞華州某一間錄場 發現有將近三分之一的鹿感染病毒。 他又說,如果是感染病毒的遊客吃了一口蘋果再將蘋果扔給鹿, 即是有人隨地吐頭, 即是令病毒污染了動物的水源, 就會在動物之間發生傳播鏈。 他們亦發現污水可以攜帶病原體, 令病毒做跨物種傳播。 另一方面, 威斯康辛州地質研究所研究員就說, 雖然人類確實將新冠病毒傳給動物, 但動物是否會感染病毒呢? 就跟動物本身的物種有關。 他又說, 先前猶他州某一個養殖場的水雕爆發疫情時, 研究人員都擔心附近野生動物都會感染到, 但在採集結果後出腦, 結果發現原則上只有水雕、老鼠、臭猶之間傳播, 就沒有再擴大。 這名研究員又說, 目前的研究結果顯示, 是細齒動物比較容易感染新冠病毒, 但由於染疫細齒動物體內攜帶病毒量很高, 他是擔心未來會爆發新一波疫情。 科學家又說, 人速共通病毒其實是最難防範, 因為即使人類100%接種疫苗, 令到新冠病毒有機會停止傳播, 但因為病毒仍然在動物之間流傳, 所以為基因蟲組和特變提供一個絕佳條件, 說不定未來某一日又會以一個新型態再傳回人類。 其實動物感染病毒這一個都不是一個新新聞, 在幾個月前已經有人提及過, 現在先來擔心說動物傳回給人, 假設又真是動物傳到給人又怎麽呢? 幫你動物打完疫苗嗎? 還有動物有沒有種植我們都不會特別去查, 其實疫情發展到現在都沒有再擔心這麽多。 再加上現在, 除了是舊疫苗之外, 都開始有口腐藥和新疫苗在開發中, 所以會不會再變回種再傳回人類這一點, 都真的未必有這麽擔心的。 今集就為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 大家有些什麽看法呢? 就在下面留言啦! 我們下集再見啦! BYE BYE!